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10月9号单方面宣布 取消原定10号与香港专赏学生联合会的对话 林郑月娥在特别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 取消对话的理由是因为学联方面宣布展开新一轮不合作运动 并且重新提出要求中共人大常委撤回之前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 以及争取公民提名特首候选人动摇了双方对话的基础 学联对于港府的这个决定表示失望 并指责港府没有对话诚意 故意借此拖延 当天晚上 学联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说 政府先定下对话的前提 然后借故取消会面 责任尽在香港政府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晚间也在公开场合回应表示 他们从发动罢课开始一起要求与港府对话 政府却一再逃避 甚至连找不到会面场地都成为延迟的借口 根本毫无诚意 周永康说 双方对话是举世瞩目的事情 港府的做法已经沦为国际笑柄 一笑大方 丢香港人的脸 那么双方的对话被港府单方取消之后 战中发起人 学联及学民思潮 呼吁支持者在10号的晚上再次到金钟战中地点集会 抗议政府封杀对话 重申坚守接头 这些战中的团体再次提出 要求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台 以及中共人大常委收回香港政改决定 被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引进公民提名 有分析认为 港府搁置与学联的对话 就等于是搁置了通过对话解决战中运动 可能会导致双方的对抗行动升级 另一方面 10月8号澳洲媒体爆出的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收取5000万港元秘密款项的消息 已经引起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多家主流媒体都将梁振英面临审查的字眼放到了标题中 这显示梁振英的前景不妙 但是中国大陆的媒体却对这条消息集体保持沉默 中国大陆的几大门户网站 新浪 搜狐 网易 腾讯等 对于这条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反响的重大新闻 没有进行任何的报道 到记者截稿时间为止没有发现一条简讯 有大陆媒体人士认为 这显然是接到了中共宣传部门的封口令 分析人士指出 梁振英在香港战中期间成为焦点人物 要求梁振英辞职也一直是战中民众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 那么现在爆出的这条有关梁振英收取巨额资金的新闻 显然给战中以来 一直给梁振英撑腰打气的北京当局出了一道难题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emperoría面傾在中国开ины 前方鈴莓讨